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出锅门的时候呢 轻塑安置问题 通常是最多肯定的一件事情 无论你怎么走 它涉及到几个问题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怎么走 是一个家庭与其走 还是一个人先去打钱债 这个问题在很多人决定 踏出锅门的时候 其实都必让你开 很少有一个 特别妥当的办法 相对来说啊 你好你好你好 相对来说啊 还是要看个人自己的情况 那么作为我来说呢 我也是一个人先来打钱债 我先出来一年 稍微稳定一下 家人才跟着出来 而且 不是全部都出来 你不管怎么安排 总有一些人 他是走不掉的 我们通常呢 有两种考虑 一种考虑呢 是老人 老人他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比年轻人 要困难一些 还有一些切实的问题 你譬如说 医保 你说你随身带当银行卡 退休工资可以吧 生的病呢 除非 在保健设施很难备的国家 大多数情况下 中国人 尤其是退休的老人 他在国内又有一定的医保 你让他出来 其实是很不容易 老人通常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不太 容易在一个陌生的语境里面生活 没有人跟他聊天 他找不到可以跟他对话的同龄人 仅仅是帮我们带孩子 做一个保姆的工作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种歧视 或者说是一种拉大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这是很老的一个方式 其实并不是很好 最好的办法 还是征求他们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个极端呢 就是半大不小的孩子 他们在国内 已经在上学了 那么有一些呢 成绩还很不错 我们常年受到的这种 早先出国的啊 他们写的回忆录啊或者介绍文章 总有一种宣教 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就是说国外的基础教育不好 尤其是小学以前的 有的时候甚至说初中以前都不行 都得在国内 是吧 你如果孩子肯学 你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再走 就这种 劝告我听了很多次 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其实在大多数国家应该都是有的 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 大多数城市 它是逼着你去学 它有这么一个氛围 家长呢 也在给学校做的帮充 让孩子们不停的学这个学那个 报兴趣班 报补习班 找补习老师 很少有国家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那么你首先要考虑清楚 你是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想 如果你希望他当一个学霸 那么在国内完成他的这个基础教育 有 有这种选择 不是没有 这种选择是可以的 但是要看情况 你现在的这个时机 其实已经不对了 你要是现在决定走 你好你好 你要是现在决定走 最好的办法 不要把孩子留在内地 因为未来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给 孩子安定的这么一个机会 如果孩子不是特别的小 能带还是带在身边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是麦克阿瑟的法律顾问 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日本人 二战期间 二战期间 他女儿的孩子参加了日决 最后东京大承判的时候 有证人有证词 说他在略带俘虏的方面 做得很极端 没有军粮的时候 他把俘虏当肉干来吃 最后呢 各国审判战犯的时候 翻遍了世界各国的军阀 竟然没有一条 是不允许吃人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会不断地接收新的 新的这种资讯 他会不断地模仿 身边的长辈 和比他大的人的一些言行 都说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他的行为一旦养成 以后再想给他揪偏 就不会那么容易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们知道中国往外走的人群中 有很大一部分 是掀出来一两个作为探路 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形 还能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吗 你如果现在要决定走 极有可能就是一次破釜沉舟 怎么样安排自己的亲属 要看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 如果你觉得未来还有可能 极有可能还有两三年的缓冲期 那么你一个人先出来 问题不大 如果你觉得事态已经很危机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一个人光着膀子出来晃悠晃悠 争取一两年打下基础 然后再接自己的亲属出来 这个可能性 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呢现在的麻烦很大 没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建议 因为这个世界上 别人给你的只有建议 决定权始终是在你自己 我的建议很简单 如果要是走 老人 可以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的带出来 孩子能带就带 但是呢这个不管你选择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他水土不服的情况还是有的 我在老挝待了五年 我到泰国过境了以后 当天身上被咬了大概有七八个包 肚子我比较胖 左边是五个右边三四个 那么咬完以后呢 他会出水泡 然后去这个诊所去看 人家根本就没了 这个当回事 给你一百个消炎药 两百 就两种 吃点药 据说就能好 其实在我这儿 他美好 都古龙了 完了以后又是双氧水 又是酒精 又是点酒 然后还把那个消炎药往上撒 用胶布包的 就自己呗 那别人能治 他觉得能治的啊 就用在我们身上 觉得不行了 怎么办呢 吐办法呗 往上撒掉面了 完了之后创隔天扒 是吧 胶布扒 我花了大概二十天 我花了大概二十天 才把它完全处理好 其实去年就出现过一次 我带着孩子去 南部老欧南部的一个城市 叫巴塞 到了一边 开了个店 然后在那边呢 带着孩子去骑大象 但是当时呢 不是我身上出问题了 而是孩子 得了类似于像 急性中耳炎这样的情况 你到了老欧的医院 人家觉得也很正常啊 那没什么大事儿 给你开点药 是吧 开了好几种 三四种药 那么吃了以后感觉不行 年夜我就带着孩子 赶回首都 其实到了老欧的首都以后 也不行 因为人家 他治疗的东西 跟我们不一样 就完了以后 治了大概有一两次 我觉得还是不行啊 怎么办呢 就找中国诊所 不叫医院 还是要诊所 就那种江湖游业 是吧 基本上每年都治死过人 完了以后呢 从去年开始重演 老欧人他不跟你干 就是中国人 不允许在老欧开诊所 或者医院 你就挂一个老欧法人 现在还是不行 他完全就不允许你干这些事儿 为什么呢 不仅致死人 而且 他们还帮别人做流产手术 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违法的 到了诊所 医生跟我说 中国医生 最起码他说的我都听得懂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道理 他说不管是你也好 你的孩子也好 你们在国内原来用的药 都已经是很重的 就老温人给你开的药 包括我这次给这个不知名的小虫子咬了以后 他给你开的药 针对老温人 针对泰国人 完全就可以好的 但是在你身上 他就起不到这个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原先用过的抗生素 剂量已经很高了 所以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没有用 是不是 所以没办法 像我们 我们得病 如果你能找到中国诊所 你还是跟中国一样的治疗 大量的输液 一天挂了三四瓶 完了之后 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把它压下去 所以出国呢 体质确实是一个问题 而且你的用药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你如果出现不适应的这种问题 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蚊虫叮咬 你用药的剂量可能会相当大 你身体素质要是不行的话 医院呢 再按当地的这种 医疗方式 给你进行治疗 极有可能就把这个病症恶化了 所以刚刚踏出国门的时候 尽可能 不要带着病人 就体质比较弱的 极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留在国内的亲属 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或者说他就不太愿意走了 就即便你在国外安定下来了 他也只是来度个假 那么一年来个一个月 是吧 就是我们见到最正常的 就是他办一个月的签证 到那边来度假 来旅游的 很正常 对我们见了也很多 真正的让他定居下来的 可能性不大 就作为老年人来说 很少有人 愿意离开自己的亲朋好友 离开自己的同学 周围的邻居圈的 做洋插队的 这种情况很少见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些安置问题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完全摒弃得到亲戚 那么你走之前你就要考虑好 你是准备一去不回头的 最起码几年之内 你不会再杀回来 那么如果家中的老人 年龄大了 身体不是很好 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那么你就必然要 提前做好一些预防措施 比如说 背点药 联系一些走得近的亲属 或者是自己比较信得过的朋友 通过一些相对固定 不太容易出现变化的联络方式 保持联系 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没有几个人呢 愿意被别人在后面指着凄凉骨 去说你什么 即便你不能做到很多 做一些准备 总比什么不做 什么都不做要好一点 最起码 良心上 你总得要让自己过得去 还是这句话 每个人的情况呢 不是很一样 尽可能 提前去安置好 做好一些预防的手段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 能够随时联系的方式 你不要说我买一个外国电话卡 这个东西不现实 不现实 为什么现在在国外 有很多人在使用微信 很多人在使用QQ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方便 我们宁愿单独 买一个手机 来保留这种联系方式 就是因为它们既不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 又能确保我们的亲人之间的联系 而且这种联系的方式里面 你还不能乱说话 你要是给封号了 联系不上了 更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要求很高 每一个微信群 每一个QQ群 你都要往国内怎么样怎么样 你又不是地下党 你犯得着吗 其实正常的 应该保留一个号码 与亲属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 随时有什么突发的事件 最起码能第一时间告知你 是不是 我们没有革命的义务 我们只对自己的家庭需要负责 要求太高的呢 其实我们做不到 我们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保持联系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有老人在国内的话 你就是给了他电话号码 你给了他钱 他也舍不得打给你 我们出了国以后 很多国家与中国之间保持着联系 他每分钟的计费都不便宜 要不就是两块钱一分钟 要不就是三块钱一分钟 对吧 据说啊 我没去过美国 据说呢 从中国打到美国 应该是一块九毛九一分钟 那么从中国打到老挝 或者从老挝打到中国 它是两块九毛九一分钟 你说 你舍得打 他舍得打吗 你用网络电话 他总有一个信号不好 随时联系不上的问题 所以最笨的办法 还是固定的 走之前固定的 使用一个QQ号 或者一个微信的号码 不要谈什么证据 就老老实实的绑定 几个近亲属 几个朋友 类比有什么事 老人孩子有什么事 是吧 亲属有什么大事出来 你最起码第一时间 你能知道 以便于尽快地做决定 你不一定能赶回去 但是你总得尽点孝心吧 我是这样做的 我提供的只是自己的 比较笨的这些办法 我希望给 即将踏出国门的人 做一个参考 好朋友们晚安 明天见